ころuren 港口市 主要是 现在都滩滴滴洋洋 这样其实想知道 这个塞摩达巴 巴喊 在这个课题上的角色 那有没有在你在任教长期间 有没有看到他们有这方面的计划 平行有论像槟城港 目前我们所谈的是槟城港的适应化 在我离任之前 也就是在2010年6月1号之前 确实曾经有若干个外国的财团公司 曾经向交通部做出这样一个现役 但是我们当时并没有加以考虑 原因是因为槟城港的情况 坦白说在08年我接过棒子之后 一直到我离任为止 其实短短的两年两个月的时间 其实我们一直在 我们一直在集中火力处理的问题是 就是如何先加强槟城港本身的竞争能力 因为我们看到了曾经一度 槟城港的吞吐量 吞吐量虽然说它一直保持在某一个水平 但是一直不能够突破100万个集装箱或者是货柜 第一万 第一万 排值充不过 那么排名呢 其实我们看到就是在09年 09年我们看到开始有起色 那就是09年我们看到就是它国际排名 这个海港港口排名 它从上一年的这个81吧 全世界的81 那么提升到成63 因为没有记错的话 从81一直提升到60多 那是一项进步 我们当时最主要的就是说你必须得要先从几方面着手 把它给整顿 那么在这方面呢 槟城港的问题必须要说清楚讲明白的是 它本身这个港务局角色是什么 它的角色是政府部门 那么在我们所谓的这个regulator regulator的这个角色 regulator是什么呢 它就是说你政府部门要观察政府的政策 还有你作为一个呢 公家机构 那么你是不是要管制所有的业者 在这方面呢 它的角色必须要先明确下来 明确的定位下来 那换句话说 你这个港务局 不管是在槟城也好 巴胜港口也好 其实你是不能够 也不适合参与 这个企业的营运 你不是做生意的 你是代表官方 比方说在这个政策各方面呢 你必须要挑起这个责任 当然了 招商引资 可以吗 可以 招商引资内说 你营造更好的条件 例如比方说什么呢 比方说 如果你发现到这个水稻 目前所面对的 波切的问题是什么 我这个还厉厉在目 这个 那么这个是他的工作 他还有另外一个呢 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所谓的 PPSB 刚才槟城港是PPC Penang Port Commission 这个PPSB是什么呢 就是营运的一方 营运是什么呢 他就是做生意的 就是你海港 当然你要有这个公司啊 你这企业 不管是官方的公司 或者是私人企业界的公司 那么这个公司所负责的是什么呢 比方说卸货啦 上货啦 那么就是做生意的 对不对 你营运这个港口 那么这个是Penang Port Sandarra Park 那么目前呢 这个本来是属于财政部的官 财政部的关联公司 GLC 目前所说的要传闻中 所谓的要 适应化的 其实是PPSB 绝对不是PPC PPC本身呢 是一个政府机构 那PPSB呢 是政府的关联公司 公司 Sandarra Park OK 那么好了 那么回答您的问题是在 2010年6月之前 坦白说这个 马来西亚本土的 本土也没有人 提出这样的一个现意呢 那时候没有 但是那时候我们有听到 某一方面是蠢蠢欲动 是事实 那方面是指本土的吗 是的 但是呢 我们没有给予考虑 没有给予考虑 原因何在呢 最主要是我们觉得 你先要解决 你先要解决一些呢 最基本的问题 例如什么 例如就是 第一 PPC和PPSB 港务局和这个 营运公司 槟城港 有限公司 两者之间的权限 必须要先理清 因为到今天为止 或者是应该这样讲吧 就是到我离任为止 因为现在下来的这两年 我不知道 有没有发生一些事情 我不知道 那么但是呢 就是 但是长久以来 宾城港本身 有很多这个土地 这个土地的拥有权 是属于谁呢 是属于宾城港 就是政府的 PPC的 OK 那么但是呢 这些土地 那么曾经一度 我们看到 08年 甚至更早的时候呢 就有 就是我上任的时候 08年 我当时呢 我看到就是 之前遗留下来的一些问题呢 一直是旋而畏惊 旋而畏惊的问题 主要是围绕着 这个本来是属于PPC的土地呢 为什么 PPSB 能够呢 能够 享有这么大的自由权 能够一直在呢 这些 不属于他的土地上呢 不属于他的土地上呢 应该说是 欲取欲舵 他有这样的一个权利 那么这个呢 是不是因为说 他是财政部的公司呢 那么就是当时我曾经 以部长的身份提出 质疑 提出质疑 那么这个呢 一直是在那边呢 失禅不清 纠缠不清 OK 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 是什么的 到底 槟城港 水深 水深 它的深度 我刚才说过 你必须要定期的 哇沙 对不对 你要这个哇沙 它水深呢 本来是多少 它本来呢 就是你槟城港 之所以 失去了你原先的竞争力 原因何在 在于你的水深 深度呢 你才有十一米 eleven meters 那么你现在你看看 比方说当初blood bus 我不是替它打广告 那么 甚至很多 一些后来居上的 新的这个码头港口 它们的水深 不少过17米 一些的甚至呢 要超过20米 为什么 它要让呢 能够让更大吨位的船只 进来 不管是货轮也好 油轮也好 那么你的11米 根本进不来 更何况你11米 现在呢 你如果一直没有挖掘的话 你可能剩下9米 10米 谁要来啊 那么这是一个问题 但是 为什么我说 如果有那个中意呢 因为PPC和PPSB之间 一直呢 纠缠不清的是 谁应该掏钱 谁付这个钱 谁去挖 这个呢 因为呢 PPSB所代表的是 传承部 你PPC代表的是交通部 你两个部门 一直呢 在这个问题上 你不能够取得共识 这是问题的选择 但是这些问题 之前 即使我在一两个场合 我谈 没有人感到兴趣 现在这问题 都浮现上来 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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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问题 现在 等等 刚才我听 我刚才 记得你刚才提到说 你曾经挑起这个问题吗 有 当时的答复是什么 当时的答复呢 就是 呃 我还记得很清楚 就是 我是以这个港务局 港务局本身 它有一个 一个法令 PPC的 有一个法令 我是以那个法令里面 所赋予这个PPC 呃 兵城港务局的权力 嗯 作为我的 我 我的 我立论的 这个基础 嗯 但是呢 后来我 我看到的就是 我被反驳的是 那么 有关的这个部门呢 他们所提出的是 马哈地时代 马哈地时代呢 那么 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个事件 那就是由 这个首相所 这个经济 呃 策划组 那么曾经致函 给当时的交通部长 那么 之前发生过什么事情 我们知道 但是有过这样的一个 一个罕见呢 那么指示他 就是把有关的土地 拥有权呢 移交给 移交 就是 呃 移交给呢 呃 这个财政部 就等于说你就是把你的 你原先的这个土地拥有权啊 那你就必须要双手奉上 那么就换句话说 你法令对不对 你法令是在国会里面通过的 嗯 你喜不喜欢都好 你你不喜欢你除非你你修修证吧 或者是你把它撤销啊 对不对 对 你法令还存在的 我是看法令形式 对 这个是当时 呃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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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